你說說直接內湖交通 他說他要收集問題 所以要拜訪 我建議這樣 讓他收集問題搞清楚再選市長 不是選市長再去收集問題 就質疑失了 我跟你講 從今年幾個就是避你強勸勸 今天陳時中說 內湖交通沒救那就換人做作看 你怎麼看他這個說法 你講那個內湖交通 我想這是一個老問題 陳時中是這樣講 反正來講 我還是這樣 奇怪 他應該是跟黃珊珊討論 我老是在講講我看,不需要我來講 但是是這樣 內湖的交通,我每次講內湖不是交通問題,是都市計畫問題 當然它有它的困難 人口從7.5萬變成30萬,但是道路面積沒有增加,所以延伸很多問題 但是這樣,其實在過去八年當中應該這樣講,內湖交通沒有變壞 但是你要知道內湖的流量還在上升 當然最終解決方式是環狀線 那種比較大規模的運輸,才能夠撤離改變問題 那關於陳時中的,我對他回應是這樣 你,我實在是忍不住,那個YouTube我去看了一下他到底講了什麼話 他說,人家問說,我記得是鄭榮儀問他說,不然你覺得要怎麼解決 他說他要蒐集問題,跟人家拜訪 我建議這樣,等他蒐集問題,搞清楚再選市長 不是選市長再去蒐集問題 這太假路啦 我跟你講,從今天起我就逼你講政見 你不要講那個打高空的 你說要解決內湖交通,那你就講說 1、2、3、4要具體解決方案 不要說都這樣 這樣誰來誰去說出來 我們說是你,你們兩個字串 碰富 你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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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旗丹